今次和大家試一下這部非常受歡迎的Roland FP30 數碼鋼琴 為什麼它這麼受歡迎呢? 讓我試一下聲音給大家聽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哇 它的大小聲都做得非常細緻 它的琴聲都挺像一個真鋼琴 象徵度非常高 它用這個超級自然的技術聽起來很自然 可能好像三角琴的聲音 剛才彈起來的時候 無論手感或者觸感都非常好 它這個鍵盤是用了一個象牙質感的質料去做 所以彈下去的時候真的像一部真的鋼琴 它琴鍵的反應都相當不錯 剛才我彈一些快一點的running的時候 那個反應給我的感覺是真的像一個acoustic piano 應該有的那種反應 所以彈classical 歌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到 如果拿去彈一些classical 的歌不知道會有什麼效果呢 讓我先試一試 因為我們選擇數碼琴 其實最重要都是說手感 那像不像真鋼琴呢 如果幾千元的budget有這個質素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是非常之好 至於功能方面當然不用說 所有功能都非常齊 譬如說最普遍的聲效 我要一些風琴的聲音 一些小提琴、弦樂的聲音 或者一些合成的聲音 那些聲音全部都提醒了 如果你說budget是幾千元 我會選一部什麼的數碼鋼琴呢 我自己就一直都覺得 Roland 的數碼鋼琴的性價比是很高的 因為如果你對比同一個價錢 其他牌子的數碼鋼琴的話 其實你彈下去的手感 一彈就知道了 其實真的是Roland 是最好的一個牌子 另外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功能 當然就是一個轉調的功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自彈自唱 如果選適合一些 譬如說女生的歌 我不適合Key的 我想降低幾度 變成一個男生Key唱 那這個轉調的功能 基本上是必須的了 這個FP30的模特兒 早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幾乎所有琴行都斷了 那現在終於都回貨了 有白色和黑色 我們都有驗貨的 那Roland 那邊 本身官方的選擇 就是可以加一個很漂亮的 固定的琴腳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因為它可以有三個不同的Peddle 連在琴架那裡 整座看起來非常帥氣的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上一來經濟一些 二來省位一些的話 如果你用一個便宜的價錢 今次我們優惠期間 都會送上交叉琴架和琴椅 另外它也可以連接 Bluetooth 藍牙 你可以戴著耳機 可以聽著一些歌 來和那首歌 JAM 歌 都可以做到 還有它可以有一個Split Piano 的功能 即是你可以將琴 分開兩拍 兩個人同時在彈 同一音 都可以 如果你說有朋友 一起JAM 歌 這個功能是很適合的 還要是免運費送到府上 還等什麼 快點把握機會 Bluetong Bluetong Bluetong